亲爱的弟兄姊妹给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神喜悦我们如何来敬拜祂呢 我们解释想历代至上第16章 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的敬拜 上一章我们看到 大卫把约会迎接进入耶路撒冷 为了要能够长长的敬拜神求问神 而这一章章我们看到大卫设立师班 设立赞美团 大卫自己也起来积极的赞美 起来祝福人 并且美好的事 不单是神的子民要敬拜 万国万民都应当起来敬拜 赞美神 而我们要赞美神有四个大的方向 我们可以思考的从历代至上 第16章让我们看到 第一个方向是神的话 我们要纪念 要思想神奇妙的话语 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工作 第二我们要思想神与我们所立的约 神的话语领导我们 神拣选我们 神拣选我们做祂的子民 神答应的平安 喜乐在我们生命中成为美好 第三我们要赞美神的超越 神在万神之上 没有任何的偶像能够与神相比 我们所信的神是至大 至能至可畏 而且爱我们的主 多么的奇妙 最后我们要思想 纪念神的拯救 在我们最困难无助的时候 神如何救我们 我们要起来赞美祂 这一章的要节 在第35节 拯救我们的神 求祢救我们 聚集我们 使我们脱离外邦 我们好称赞祢的圣民 以赞美祢为夸圣 是的 我们要赞美我们的神奇妙的救恩 思想祂的拯救 过去拯救 近日拯救 要拯救我们进入神的国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 你是拯救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我们赞美 敬拜的神 求神帮助每一个小朋友 学习在主日 把最好的敬拜献给神 学习在我们的生活中 常常思想神的话 思想神的约 思想神的超越奇妙 思想神拯救的大能 让不单我们一起来赞美 我们全家一起赞美 我们整个家族 我们身边的好朋友 也可以一起在赞美中遇见神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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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